Hello 我是Haru 今天我們就是用低溫冷藏法烤法 去做法式限圈麵包 材料有這些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了 首先將高筋麵粉、鹽、糖、酵母粉倒入容器 然後再用膠刮刀攪拌 再準備200cc的水,倒進去 然後攪到見不到粉粒 好,當攪到見不到粉粒的時候 就開始搓麵團 大概搓一分鐘左右 講一下搓麵團的步驟 把麵團按一下,再摺一下 重複四五次之後 就可以搓一搓麵團 然後搓它 大概搓一分鐘左右 把麵團滾成球形 然後蓋蓋,放入雪櫃,進行冷藏發酵 記得記得至少要雪八小時 好,到第二天的時候 就把麵團拿出來 搓一搓麵團,進行排氣 搓完麵團之後 再搓完麵團 然後蓋蓋,放入雪櫃,進行第二次的冷藏發酵 這次的食譜 用的低溫冷藏發酵法 讓你可以在睡覺的同時 有得麵團在雪櫃發酵 可以節省不少搓麵團 以及等麵團發酵的時間 可以輕輕鬆鬆 就做出新鮮出爐的麵包 好了,到第三天了 打開蓋的時候 可以看到,哇! 麵團脹得很大 也是一樣,要拿出來 稍微搓一下 把它排排氣 這次大概搓十分鐘左右 搓完十分鐘之後 把麵團的修口位捏回 然後做完 然後準備定另一個圓形大碗 然後鋪上面布 再在面布上面 灑滿高筋麵粉 把麵團放進去 記得記得麵團是要底部向上放進去 然後包好麵團 再噴一點水在棉布上面 然後室溫發酵一個小時 對了對了 雖然這次食譜用的發酵時間是一個小時 但其實根據個人喜好 或者天氣的影響 發酵兩至三小時都可以 不妨可以嘗試不同的發酵時間 去找出自己喜歡的口感 好了,一個小時之後 把發酵完成的麵團 倒在烘焙紙上的焗盤上 然後用刀在麵團上面 畫一畫十字 然後在十字中間 倒上一茶匙橄欖油 就算不畫十字 直接拿去焗也OK的 焗爐用230度預熱好之後 放進去用230度去焗30分鐘 好了,30分鐘到啦 麵包出爐啦 這次的食譜沒有蛋又沒有牛奶 只需要五種材料 用很簡單的配方 就可以在家裡做到外脆內軟的手作麵包 對了,這次的影片 雖然是放到第三天才拿去焗的 但如果想第二天就焗的話 就把室溫發酵的時間 由1小時變至至少2小時 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就準備切開 這款簡單版法式香川麵包 口感外脆、耐軟 可以塗牛油、果醬 或者就這樣吃都很好吃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食譜就會在這邊 以文字和大家重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會每個星期更新,陸續出新片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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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